自2023年宣布出道以来 Baby Monster能否像Bly Ping一样 成为CAP的新历史备受关注 与Bly Ping一样 Baby Monster也是在Bly Ping出道7年后才被公开 两个团体同样拥有跨国成员的相同概念 和Bly Ping一样 Baby Monster也采用了 强调每个成员个性的实力派概念 自Bly Ping的出道以来 YJ始终把技巧放在首位 Bly Ping原计划9人出道 但由于其他人都达不到阳线书的标准 最终只有4人成功出道 这一点类似于Baby Monster 经过多年的磨练 最终以其人阵容亮相 然而于出道前 通过概念照片 RV客串 和歌曲特色曝光的Bly Ping不同 Baby Monster在YJ发布现场表演视频之前 一直不为公众所知 流行文化评论家郑德贤说 在偶像团体最近出道的过程中 宣传方式与以往相比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很多方式可以展现个性或神秘感 提高出道前的期待感 而Baby Monster似乎选择了 这种方式 将Baby Monster和Bly Ping进行比较 将是一个有趣的方法 如果你创造一个关于 是否能超越Bly Ping或类似的故事 Baby Monster存在将一起上升 爱都韩社 贝尔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